请合掌 以至称恭敬心归三宝 南无不达亚 南无达玛 南无参加亚 南无不达亚 南无达玛 南无参加亚 南无不达亚 南无达玛 南无参加亚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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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甚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主上善人 这本经叫解生秘经 所以里面一些明相 一些意理 可能会有点深度 有点不容易掌握 那我们若一时听不相应 一点都不要紧张 那个就讯息还不够 前面信息不够 慢慢慢慢往后谈 可能一谈到后面 你前面清楚了 虽然现在也不清楚 所以不用急 听多少算多少 但是当然还是要用心听 不要打妄想 不要说这个我听不懂 起了那一份听不懂的心 你大概就永远听不懂 我知道我听不懂 但是不要暗示说我听不懂 这个不会相应 学佛讲那么繁琐干嘛的 简简单单的 单单纯诚的念个佛 就一切搞定 为什么要弄得那么啰嗦 这个事实上 如是因如是果 简单的因 只能成就简单的果 这是确定的道理 你给他什么条件 他就能呈现什么结果 这个一点都讲不了 当然你可以选择很简单的因 简单的缘 产生简单的果 但是既然是很简单 就不叫圆满 也就是这个行 其他你都不行 就好像说有那个叫什么 那时候北大的 北大的那个校长 什么加伦的 太久了太久忘了 姓 罗加伦 对对对 四位罗加伦 他语言能力很强 但是数学就是亚旦 但是数学亚旦 没有影响他的哲识 他想什么还是可以想得很周到 只是他没有数理逻辑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讯息 累生累劫 他可能重点都摆在这边 摆在语文上 摆在什么算的 所以他语文很行 但是就这些抽象的树梨 他可能就完全不相应 那他再怎么样子 一弹到树梨 他就投降 所以每一个人不能 那个偏实性的学东西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偏实 为什么偏实 习惯 习气 熏习 但是我们一定要周辩 真正的学佛 真正的智慧 要全面的 所以我们也知道 一切智 道总智 一切总智 你要一切智 可以选择很简单的方式 因为我只要一门通 就可以到底 那到底呢 那个叫 就这一种东西 你可以穿透到底 但是要出来 又要有出来的因缘 所以一定要有后德智 若只有根本智 做不了菩萨 那后德智就要道总智 就后德智 那成佛就要一切总智 既有根本智 又有后德智 又有不分别的一切 如实的那些智慧 才是无上正能正觉 那现在我们有懂有不懂 那你一定要起 你一定要起 惭愧心 我为了要安我的心 我现在暂时 这个样子就好 但是不能 不要那个样子 你跟我讲这个 我不听 因为会受干扰 OK 一起这个会受干扰的想法 就错了 我不相应 我知道我不相应 没错 一点错都没有 但我不受干扰 错了 因为你把法当成干扰 你在棒法 那我知道这个我听不来 我暂时听不来 不相应 OK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起经动念 真的要很小心 很小心 很小心 一不小心 可能以为在学佛学法 事实上是在棒佛棒法 我们不能用我们这个 很偏狭的习气 然后去判断什么 要自知自己知道 我很偏狭 我要小心 不要犯错 那我们常常是刚好相反 很不想犯错 但时时刻刻都在犯错 因为那个分别心 太强 那圣者跟 跟凡夫最大的差别 凡夫是用分别心 圣者是用无分别心 无分别心就是照见 就知道 我只要知道 我不要说这个好 这个不好 我只要知道 即使我不知道 我也知道我不知道 这叫如实 不想要 把人家搞糊涂了 就是说 我们一般常常讲 要明辨是非 咱不成是非 对就是对 不对就不对 我知道 但是我不要 落进去了 我只要对 我不要不对 你那个不要 就已经是业障 因为不要的 最简单的 比如说 你不是一个很OK的人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很OK的人 但我不说 你不OK 所以我不跟你在一起 我不理你 如果起这个念头 就跟政治正见 甚至跟我们所谓 发菩提心 绝对为你 那问题就很大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 真的要很小心 那为什么要 深入境障 因为你深入境障 以后 连这些维系的错 你都很容易知道 那是错的 不能犯 我们就是因为无明 无知 所以犯了都还不晓得 甚至犯了还以为是 错了还以为是对的 那就颠倒 所以还是要不断的 清净善知识 不断的深入境障 不断的现观无韵 看里面有什么对跟不对 对跟不对没有问题 就好像说 你说有为无为没有问题 但执着有为无为 就大有问题 或者自以为是有为 确定有一个什么有为 确定有一个什么无为 那就有问题 所以接着下来 我们要探讨的 就是在讲这个 讲这个 所以这个就叫圣意地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万法的真相 万法的体性 万法的究竟意 到底是什么 那既然讲万法 那如果万法 每一个法都是真的 都有它的自信 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乱七八糟 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 你听你的 我听我的 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很自在 但是都是自说自话 每一个人都 都活在自己的那个小小的世界里面 就一点都不好玩 那我们当然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的脸 每一个种族有每一个种族的语言 但是这些语言要表达的 其实是相同的东西 那个相同的东西 要真正去了解的是相同的体性 这样才能够互通 才能够互通 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有佛经可以看 因为历代的这些义诗 把梵文把巴黎文翻成了中文 否则的话 我们根本就没办法 那为什么可以翻成中文 因为意义你懂了以后 还是可以用中文来表达 来诠释 相同的那个内涵 我可以用我的话来表达 那为什么后来我们说 那个玄奘大师 还是比较高明的义诗 因为他已经有前人 让他做借敬 前人手翻的 他觉得不够清楚 不够准确 所以他在进一步下功夫 自己亲自到 不是只是到印度 因为到后来 我们知道 后来的大圣佛法 很多的生起处 很多的生起处 演变处 不在印度文土 我们知道现在 那思想应该还是 纳兰陀斯他的大本营 这个没有话说了 那现在我们很多 比如说我们很多 那个所谓原始佛教的 他们认为就是 斯里兰卡或者缅甸 这些的佛法 才是真的佛法 那大家就可以想一想 是这个样子 即使传到那边 都是眼镜中的佛法 说一切有不的 所以没有谁真的有代表性 但是只要他符合三法印 或者四法印 其实都可以称为佛法 即使不是佛亲口说 因为佛在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多 这样子的流传下来 佛看着两个弟子 在那边问答 他只要yes 你们讲得好 讲得对 就可以传下来 不一定要佛亲口说 那时候佛已经不在身边 有两个师兄弟 都修得很好 都是正德阿罗汉 然后互相在那边传法 那不是佛法吗 他传的是佛教下来的法 只是透过他的嘴巴 把他的体悟讲出来 是不是佛法 当然是佛法 当然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 心要很小心 要很小心 你又没有证悟 你讲的会是正确的佛法吗 我不听 你只要起这个心 那你就大有问题 反正那个讲的问题不大 起这样子之间大有问题 因为你已经 毁败了很多法的种子 所以要很小心 那当然不是像我们 现在这个新兴宗教 每一个出来讲的法都比佛讲的伟大 讲的深入 讲的究竟 那就莫名其妙了 那更是挟知挟见 在你的心里面 有人比佛伟大 你就挟知挟见 所以这里面当然 因为我们所谓的佛就无上正能正觉 既然是这个样子 怎么会有超过他的 那就佛就有上了 现在的这些大师都比佛伟大 他们都比佛伟大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 狂 癫狂 那你如果 现在我们本来就已经够癫狂了 然后又被恶知识牵着鼻子走 那就更癫狂 那回归了头 我常常讲说 当然我们可以很open 可以信凶很宽大 但是要学东西 还是要有一点点根本知见 我们说那三法印 四法印 如果有人说 你只要跟我学 你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神通 你要不要学 你若要学完蛋了 为什么 不符合三法印 苦空无仓无我 你不符合这个 你在追求什么 追求那个会是真的吗 你真有神通 第一个让你得到的是痛苦 为什么 那看不到你看到了 那听不到你听到了 我即使怕鬼 我看不到鬼 你都还在怕鬼 你就看到鬼 你麻烦了 那在讲你坏话 我们听不到 那在讲你坏话 你都听到 你都听得通 不是烦恼一大堆 所以那个完全没有意义 完全不值得追求 所以错用心 当然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就是这个颠倒妄想 所以不能正德 不能回到 本来清净的如来藏 如来智慧德相 不能很亲切的 回来这个家 天天在外面攀缘 那个狂求 不管是理路上 修行上 都狂求 其实理也很简单 事也很简单 理呢 你就是真正的 就这样子 送词 不断的念它 那刚开始 当然是我们条件不够了 就理 里面的种子 信息的不够 对这些 虽然每一个字都会念 一点都不相应 但是你只要坚持下去 一直做 它是不是 这个种子就越来越多 看懂了 就懂了 至少不懂也背起来 你背起来的时候 有这个理了 这个名言的理 这个叫文所成的 你还不懂 你还不懂 但是 你认为这是对的 变成你的理的根据 那文所成的会 哪一天碰到境界了 我懂了 这个在讲什么 就要讲这个 那是你自己懂的 叫思所成会 到最后可以 自己就随 随眼表现出来 叫修所成会 把那道理 就能够印证出来 比如说 一样的 我们说文所成会 思所成会 修所成会 我这样来讲 比如经典里面 你刚开始看 看不懂 但是我把它记起来 然后慢慢的 好像懂了 慢慢的我不仅懂 还可以做 那做什么 为什么说 你若用 金刚经里面 一个四季 为他人说 那功德不可思议 为什么 所以 什么叫修 这个就是修 这个也是修所成 你本来不懂 我把我的体验 我的方便 语言的方便 讲到让你懂 这个就修 这个就修 所以 文师修其实 没有隔阂的 没有隔阂 就是从外面到里面 要通透 它才是 真的 还不通透的时候 就有隔膜 我会念 但我不懂意思 懂了意思 做不来 或者会做 不晓得 为什么要这么做 做它有什么意思 有些人是 因为累生累绝的心息 他不断地在做对的 这在我身边就有 我修半天 要布施 还是会舍不得 但是我身边很多人 他都没有修 也没有在念佛 他在给的时候很大方 都好像都好不犹豫 是我境界高 还是他境界高 你问他 他也不晓得 我就喜欢给 我东西给人家 我就很高兴 人家都不用讲道理 他已经在修布施 而且他给的时候 真的是给就很高兴 他不求回报 我们修半天 还很会计较 还很会计较 所以说哪一个人 修得比较好 当然我那个朋友修得比我好 我家的老大也修得比我好 虽然他都不念佛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 还是因为 他为什么这个样子 绝对累生累绝 不断地在熏息 甚至熏息到最后 变成一个任运 就不假造作 不假思维 他就做出来了 修行就是要修到那种境界 我们现在都还是小鼻子小眼睛 喜欢的 舍不得给别人 这就很明显 我们里面还是有很大的我在 那四项还很坚固 我像人像众生 像受者像还很坚固 那这边要慢慢把它排除掉 那当然我们一讲道理 一定是用话来讲 用语言 用语言来讲 那为什么有道理 用分别心 以为这个以为那个 所以这是我们作为人 要探讨真理的时候的工具途径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好好把这个工具途径 给弄对 你如果弄不对呢 其实你没有什么无名 你就在用一个无名的东西 在那边玩 玩半天 当然这个 自己就 熏悉的就越来越糟糕 就好像 有学问的人 看这个没有学问的人 他不仅仅知道 他没有学问 他甚至还起一个念头 你怎么这么没有学问 这个就有问题了 你没有问题 你没有学问的时候 你还不会看不起别人 就是你有学问 以后变成看不起别人 那学问害你 你以前 就好像我们如果从小 几个 那个 讲出发就要 腾口蓝 小时候都没有穿裤子 以前 在那边玩的 一过几十年以后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你回来 碰到面 那一份亲切的感情 你不会激起 我是什么身份的 我是什么 不会的 看到小时候的玩伴 你一定把这些抛得远远 因为那些 跟你的生命 更贴切 所以修行修到最后 是要有贴切的东西 这里面不讲道理 不需要讲道理 你说一个人不起分别心 还要讲什么道理 你讲道理的时候 有没有分别心 所以这个真的要很小心 修行真的要很小心 那现在为什么要讲 生意地 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是要让我们慢慢分得清楚 这个法界里面 一切法就分成有为法 无为法 有为法是因缘所生法 是照作来的法 是无常法 是生住易灭的法 是成住坏空的法 是生老病死的法 那无为法呢 就不落这个 这个之外的 没有什么名字好说 只好说它是无为法 所以有为法 无为法 不是两分 不是两分 但是我们一这样理解以后 就把它两分了 就把它分成两个 这不可说的 我说它无为法 只要我可以用理论意据 来描述 来观察 来什么 都称它为有为法 那无为法变成什么 无为法变成无知 这不是的 无为法不是无知 所以无为法 是在这些显现的 生灭的现象里面 不生不灭的东西 成为无为法 所以真的无为法 我们一讲无为法 就藏了我境 藏了我境 其实也是一个 对着无常苦空 无我所安的名 一有无常苦空 无我就藏了我境 可以追求吧 所以 是先有实相 还是先有名相 我们名相 比如说 如果你会说它是兰花 是先有兰花 才有兰花这个名 还是先有了兰花这个名 才生出兰花 应该很清楚吧 应该是先有实在的东西 才有假名 对不对 哪有说先生一个假名 然后再生出 跟它相应的东西 没有吧 不是这个样子吧 所有语言 字典为什么越来越多 那个智慧越来越多 也是出现的东西 越来越多 你原来有的 已经不能描述它了 只好再生一个新的名词吧 所以我们晓得 这个名相 名词是后来我们人假安利的 为了方便 为了方便起见 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取一个名字 来跟它相应 然后推广来 所谓相约俗成 我们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然后告诉大家 这个名字指的是什么 像现在电脑也是一样 电脑一直在发展 那些很多新的名词 从来没有看过的 当然你有基本的学理 造物字的原则 你懂的时候 所以学语言 为什么要懂得字根 字根懂了以后 其实由这个字根 慢慢演化出来的 名词形容词 什么动词 就从那字根 慢慢就可以形成 所以还是可以以简欲凡 但是那个凡 人可以烦到什么程度 不可思议 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 不可思议 所以一样的一句话 一样一句话 你丢给 现在的电脑 你说跟这个同意的 你给我造 几个他可以无穷 一直造下去 所以你说这个假名言 有多要怎么发展 无穷 但是归根究底 寻根探源 回来 其实要指的是一个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这一本经里面 叫是 是 然后明跟象 是是真正的内涵 明是他的假名 象是他的原起的假象 那原起的过程 原起的变化 这个都属于是 有没有这个东西 有 有这个东西 但是明跟象 象 因言不具足 象不会出现 象没有出现 没有明可以安 那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 不是 如果打比喻 就好像说 我们说这个明 就好像是 指月的手指头 那个月亮 是我所要指的象 指月的这个指头是名称 我透过这个 要去探讨 去了解那一个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太执着明 就把手指头 以为它有内涵 手指头以为它有内涵 其实这个是 一个方便里面的一环而已 但是我们便在这边探讨了 这个手指头里面 什么骨头 什么一大堆神经 变成忘了你 其实是要去 看那个月亮的 那现在很多 研究佛法的 佛学专家 就是犯了这个毛病 一天到晚 在文字里面打转 他都忘了 为什么要学佛 为什么要深入精湛 深入精湛是为什么 就忘了 所以这个本末导致 这个我们也要很小心 那如果说我们修半天 到最后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我们修那干什么 所以空 假 其实要了解中 中是什么 说他空 不对 说他假 不对 然后又不离空 又不离甲 又随时就要空甲里面 安立 说他中 我这样讲不晓得 有没有办法讲清楚 所以就好像今天早上 那个师兄在问 比如西方 现在在讲 潜意识 是不是是八识 这样我们很容易说 潜意识就是八识 但是事实上 西方还是离不开那种惯性 两分 讲潜意识就是 对着潜意识而说 还是两分法 潜意识不是潜意识 潜意识不是潜意识 但是我们佛法里面 在讲八识 不分的 种子现形 现形种子 见闻秀长觉知 见闻秀长觉知 心的觉照 不分的 所以你如果把八识 当成潜意识不对 不对了 但是为了让大家 有一点点概念 把它形容成潜意识 好像也可以 因为它是种子 积极的种子 它还没有起现形 但事实上 八识不离现形 所以它不是潜意识 所以这里面当然就 这些名词 你不能随便就把它 画上等号 这里面要很细微的去识变 不能这样 但是也可以方便说 这个类是什么 类是什么 但不及什么 它好像是什么 但不是就是那个东西 因为差一点点就差很多 那一样的 我们学佛对法理的识变 对冥想的运用也是一样 你可以体振到多深 你就可以应用到多深 所以为什么说菩萨 菩萨是后德志 就在饶意众生的时候 他不断的有很多方便 安利 可以拿这些来讲 所以你没有 你没有那个 后德志 你当不了 当不了菩萨 那后德志 当然就从我们不断的发愿 广学五名十名 这个地方不断的增上 然后就在 接触众生 然后深入 所有的事 里面的时候 这里面成长 真的我那一天 就我那个学长来 我听他们在讲的 我真的心里很惭愧 他们讲的 我连想都没想过 但他讲的真的是国家大事 讲的真的是怎么样的 经营我们台湾的这些大企业 人家有动那一方面的脑筋 有可以很深入的谈 就好像我大哥一样 他什么都懂 就是不懂佛法而已 但是他佛法不用靠什么 他靠我就好了 他有什么问问我 大家就可以很快的掌握 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 每一个人 每一个阶段里面所发的怨 因为他如果像我一样 整天都在研究佛经 他不可能是一个事业家 不可能 所以每一个 你只要肯定你的身份 好好展现你这一世 所扮演的角色 把它扮演好 就是在累积你以后 作为菩萨的质量 不管你询问 询问很好 也是菩萨的质量 福报很好 能力很强 都是以后作为菩萨的菩萨的质量 所以不要排斥 但是呢 当然我们还是小鼻子小眼睛 这一生能做的事还是有限 所以这一生里面 你认为最有意义的是什么 你就投入了去做 绝对功不堂尖 你不管是哪一家 是哪一家 物理学家 数学家 还是文学家 像王文星那个就文学家 你看他的思维 你也会觉得他比我们都比不上 为什么 他一天只能写三十个字 而且学一个字 还要在那边 那个笔快要插坏了 把桌子不断的插 不断的插 那要搞手 搞什么 那就是跟甲导一样 那个字可以想一个礼拜一个月 还在那边推敲推敲 到底推好还是敲好 出来就变成万古流传的一个公案 所以你只要真的用心 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就有那个意境的人 有那个正量的人 他一点点都不能错 这个还不够好 那个好一点还不够好 就这样不让人推敲 所以我们如果懂这个 你就想学佛很精彩 不是那么无聊的 就修行是很精彩的 因为什么都有意义 不是什么都没意义 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什么都没有意义 你的生命还有热度吗 还有亮度吗 还有彩度吗 修行千万不要修成 生命变成黑白的 要是彩色才精彩 但是彩色不能眼花撩乱 无色而令人目盲 不是哦 你会欣赏 这个欣赏呢 真正能欣赏就放松 看只是看 听只是听 这种人 这种人就具备着能欣赏的能力 我们现在就是看看我要看的 听我要听的 所以除了你要看的 其他你通通不会欣赏 除了你要听的 你通通听不到 你真的是眼睛也忙了 耳朵也浓了 所以为什么分别心 是我们学佛的最要去对付的 结果我们就现在拿这个强烈的分别心 要来学佛 要命 要命 真的要命哦 所以现在为什么称为末法 大家都用强烈的分别心在学佛 在修行 所以颠倒 修半天没有用 那怎么办 还是听佛的话 回来慢慢 把我们那错误的理解淘汰掉 我们接着下来讲的 就是要淘汰我们的理解 我们以为对的 以为对的名言 以为对的道理 因为真正的实相 刚刚已经说了 一切名言都跟在事后面 所安利的吧 这个名不等于事吧 这个名词不等于那个东西吧 我说它是兰花没错 我把写的兰花 这边就生一朵兰花吗 没有吧 我写的兰花把它擦掉 兰花就不见了 它一直在那边 所以这个假名跟它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没有关系嘛 我说请你把桌上的兰花 拿过来好不好 你当然会去把它拿 拿就有没有 有没有相应 相应吧 所以到底是相应还是不相应 懂了就相应 不懂就不相应 但是不管懂不懂 名词跟事实 两码只事 两码只事呢 还是刚刚那句话 是两码只事嘛 我这个名词 依他而安利 不离他 不离他 不急 不理哦 不是就是他 但是也不离他 所以我们要晓得学佛的人 为什么会越来越客观 越来越心量越大 他晓得法界里面 本来就不依不易 没有涅槃 没有轮回 讲轮回 讲涅槃是假名 那问题是 什么是涅槃 什么是轮回 你可以把这个名词解释吧 什么是轮回 轮回就自己做不了主 头出头没 这个就轮回吧 你跳不出三界 就是要轮回吧 那我就要问说 跳不出三界 那三界在哪里 三界是什么 这就开始如理思维 我跳不出三界 要有跳的动作 要有三界 是真正的存在 那我就来看 是谁在跳 怎么跳 三界在哪里 三界是什么东西吧 你这样一个一个 把它化解掉 那谁跳出三界 你本来就出三界的 三界是你自己 拿来框自己的 哪有什么 这个不是就解脱了吗 就这轮回 本来以为轮回 但探脑到底 它是解脱 那到底是轮回 还是解脱 无明的时候 不懂的时候 轮回吧 智慧现前就解脱吧 哪有什么轮回 这个就是佛法 佛法不是要什么 不是不要什么 而是真正的搞清楚 真正的正实相 才是佛法 如果不是正实相的 以为有什么德 有什么失 有什么可以住 有什么不能住 那通通不是佛法 通通不是实相 通通不是真正的智慧 这样讲 让我们觉得 更糊涂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就是要让你 发觉自己 糊里糊涂 自己承认自己 糊里糊涂 才会慢慢的精明 你如果以为自己 很精明 你是真糊涂 你是真正的糊涂 所以这里面 当然就不急不离吧 让你糊涂 其实要让你有智慧吧 你自以为有智慧 其实是你糊涂吧 那智慧糊涂是什么 是什么 假名吧 错用心吧 安利的这个 把它当真吧 如果这样子 好办啊 所以我是越学佛 越高兴 越修越轻松 从而没有说 在那边坐得好难过 什么 没有 不会起那种念头 当然 脚酸还是知道酸 但是那个酸 不会产生烦恼 我坐着 在打妄想 我知道在打妄想 但是不会因为打妄想 自己 搞得自己很生气 为什么 做半天还是那么多妄想 那个才是真麻烦 妄想就只是妄想 他从哪边来 要这样子 慢慢打妄想也很精彩 不然坐在那边 一念不生 多无聊 打打妄想也不错 打打妄想也不错 但是问题是 打这个妄想 对 因为 与己 于他 是不是有增上性 增上性 就是往 资粮 往好的地方发展 当然有 我现在在想 我的三十二项 八十种 谁先好 本来 不怎么样 想的 我很庄严 很庄严 有什么不好 很好 那你至少 想到 我是 有佛性的 我应该保持绝躁 你就不会让自己睡着 对不对 不会让自己睡着 然后 慢慢想 什么东西 是不是要把它想清楚 看清楚 观半天 要观阿弥陀佛 怎么观都观不清楚 怎么办 张开眼 到底哪里不清楚 好好的 把它看清楚 闻所成会 这个熏洗现前的东西 现行熏种子 你好好把它看 看得清清楚楚 放到你的种子里面 你的八十天里面 再闭起来再看 好像比较清楚 因为这时候你看清楚 你想 就慢慢的描 一点一点点 慢慢的累积吧 所以这样 你由观相 慢慢就能观想 能观想 就能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是打破 无跟有的界限 不落空 不落有 不是无中生有 就着了有 这个要弄清楚 因为只要有一点点不清楚 你其实都会卡住 就在那边着想 所以要慢慢修 慢慢修 但是你如果都不修 你怎么会有这种功夫 不可能吧 你连念一句佛号 都撑不了五分钟 你怎么有资格 有条件去观想佛 你指都还停不下 怎么能起观 不可能啊 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 老老实实 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每一个法 都有它的 对击重 都有它的作用 那我们如果认为 我们是这种根器的 那我就好好 老老老实实的 依着这个法 依法奉持 久而久之 法就带你进去 法要带你进去的境界 那你慢慢就 哇 原来神力念佛这么棒 你就越念越高兴 越念越高兴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身心 本来是有所求的 这是因为喜悦故 所以就无所求啊 无所求而且做得很自然 任运啊 而且融在里面 到最后就打破了 我们对我跟法的既定的习气认知 你就突破啊 就冲破你的夜楼网 慢慢的你那个新的功德 就越来越接近十项啊 因为我们都被我们的夜楼网 把我们照在这个 这个这个金钟照 是我们的业力 我们的 这个强烈的分别心 我知我见 就把我们照在里面 你透过念佛 慢慢突破了 到最后当然你可以进入法界 就跟法界打成一面 所以没有问题的 所有的法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用错误的心 什么法到你这边来 都有问题 正法一落到邪之鉴 那个正法就不见 那个邪之鉴一落到正法 如火在消汤 这个邪之鉴一碰到火 马上融掉 智慧火 马上不见了 所以重点还是在哪边 还是真正的 你真正的 医疗意 不医不疗意 医法 不医人 医医 不医言 不医这些名字 所以 字里面 我们一定要好好去探讨 好好去实践 你就会越来越清楚 好 开始 开始 如理请问菩萨 那个第五页的倒数 第四行下面 如理请问菩萨 护问 解圣深意密意菩萨言 最圣指 如何有为非有为非无为 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 解圣深意密意菩萨 为如理菩萨 如理请问菩萨 曰 善男子 言有为者 乃是本师假师色据 若是本师假师色据 即是骗记所及 言耻所说 若是骗记所及 言耻所说 即是究竟种种骗记 言耻所说 不成实故 非是有为 善男子 言无为者 亦多言耻 失色离 有为 无为 少有所说 其向一耳 然非无事 而有所说 何等为事 为诸圣者 以圣志圣剑 离民言故 献正等觉 即以如是离言法性 为亦令他献等觉故 假力 名相 为之有为 好 我们先念到这边 因为它很细 如果没有好好的弄 这些文字 其实都很简单 但是你一跳过什么 就搞不清楚了 为什么前面 一开始讲 就是一切法 分成两个 一个是有为 一个是无为 接着说 有为是 非有为 非无为 然后无为呢 是非无为 非有为 好像在搞文字游戏 但是这里面 其实不是在搞文字游戏 我们要知道 文字 它的功德 它的作用是什么 不要被它迷惑了 然后这个 法界里面 到底是什么 也不要迷惑了 跳开了文字 我们不是说 一意不一文吗 文是要带你入意 好 入意了以后 还有另外一步 一了意 不一不了意 所以你就想到 这个没有明 你那个意也不可能懂 你说意都touch不到 你不可能真的进入疗异 也就是死相境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不得不的方便 一定要有的 一定要有 不要说学佛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成佛 这个可以吗 不可以 那完全的因果 完全建立不起来 所以 那个成佛很明显的 成佛一定要 能够真正的饶育众生 然后包括你觉得自己成佛了 成阿罗汉 都要自己知道 犯行以利 知事与办法 不受后悠 连成个阿罗汉 都要有这种境界 那成佛应该怎么样 觉得不是不止这样的境界吧 要更高的嘛 所以都没有事做吗 然后你真的做完事了吗 请问你的事是 你要做什么事是谁派给你的 你要做什么事 是你愿意做的 不然派给你的 你为什么要做 因为不做会被开除 不做的话会被骂 为了怕被骂 所以我只好做 那也是保护自己 所以弄半天 做与不做 其实都是你自己 但是一个菩萨呢 是完全翻转了 我们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做跟不做 菩萨呢 就完全没有这个考虑 他只要做这件事 有饶意性 也就有一点点功德在 他就做了 有一点点过失在 他就谨言慎行 他就很小心 因为菩萨未因 在这个小地方 如果不把持好的话 那可能下去就问题很大了 所以一样的 我们说有为无为 其实是用了两个 相对的名词 来描写了一切法 这法界里面一切法 就离不开这两个 离不开这两个假名 真的离不开吗 你说真的离不开 那这个法界的实相 就跟名无恶无别了 其实不是 在有法界 本来就具足 但是有有为无为 这两个名 他在那里 他就在假名里面 就假安利的名 所以呢 这里面要讲的就是说 即使我说有为 我说这个有为 我说他有为 事实上我所描述的有为 是不是真的有为 有为是什么 我们这样讲好了 你说元启法 元启法 那这个元启法 现前的这个元启法 他是不是有很多复杂的 因根源来促成 那你再把它看一下 切一半 那个在那边是果的 又可以分成因根源 这个假名为因的 看一下又可以分成因根源 那到底是什么因源 出生现在这个法 说过一个法 我们说有因源果 事实上 一个果就有无穷的因源 为什么 那个假名为因的 又有无穷的因源 所以你这一弄下去 绝对不是单纯的 什么什么加什么 就变成这样子的结果 不是 不是的 你如果真的去探讨 就好像我们这一生 为什么说我们是无实 十来界 你可以探讨你的第一生吗 没有办法 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什么叫做我的第一生 所以你真的要去穷追的话 你就会发觉 这所有的名言 都有他的穷尽处 就是他使不上力的地方 就到那边你就说不通了 就是我们最简单 上帝造人 那上帝就逃 就好像我们在讲 顺路空是石头蹦出来的一样 那是神话 上帝可以自己生自己 不能自己生自己 所以上帝是什么 他如果真的是一个能造 那他必须有能造的因 他必须要有能造的因 才会有能造的果 那问题是他只要有能造的因 就是谁创造了他 所以不通 所以如果要在这边探讨 我们探讨这个不是要去否定任何东西 是要我们赶快跳开这个东西 不要以为那个是真正的答案 到这边好像就找到答案了 其实根本就不是 但是我们再继续探讨下去 还是碰到刚刚那个问题吧 根本就没有第一因 你还找什么第一因 把那个要去找第一因的方向 你解脱了 因为你知道 不能找那个没有答案的答案 你那个动机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很喜欢搞这种玩意 我就讲 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 你听到有人 告诉你说 谁在说你的坏话 他怎么说 你就听进去了 好像这个路透社的消息都是真的 然后你问他说 他真的这么说吗 我们一起来问问他好不好 不行不行 因为马上检验 就马上是假的 马上不是真的 即使那个人真的有讲这些话 他也不会承认 就马上这个 这个不悲 马上就不晓得 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 明明我刚刚听你这么说的 你现在为什么不承认 然后变成两边不是人 为了要探讨真理 弄得两边不是人 我们常常会做这种事 如果说你真的懂佛法 你会去做这种事吗 如果真的懂佛法 就不会犯这种大毛病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慢慢地晓得 这个我不成立 所有的法 所有的语言 没有自信 不是真的 那你要去问是谁讲这些话 你就大笨蛋 你就不是一个佛弟子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 其实是在呼吁大家 不要犯的很严重的错 还以为自己有智慧 一切是非 我们常常听到 这个谣言指引自责 这没有意义的话 只有智慧的人 这个没有意义吧 生命很可贵 生命很可贵 我没有时间去搞这些问题 所以你来讲我 别人说我什么坏话 谢谢谢谢 谢谢你的关心 就好了啦 接着下去你真的要停下来 不要问他谁说 什么时候说 什么 浪费生命 因为那一切真的都没有意义 我们要求解脱 不要落在是非里面打转 好 连了这个都不得不 最少的案例 佛都要把我们拿掉 他不得不这么说 是方便才这么说 为了要 也带着我们进入 他所证悟的境界 所以佛真的是一个 大智慧 大慈悲者 他自己证悟到那样子的 圆满解脱的境界 很想让我们也可以分享 也可以跟他一起体会 但是不晓得要怎么样子讲 你才会把你拉进来 所以才有 法华经里面所谓 开示 误入 这样子的四个阶段 那我用这些方便的语言 来告诉你 是让你慢慢的能够走得进来 不是抓了语言 那忘了我 懂这些事要干什么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那个就错了 所以一样的 一样的 我们不管修什么 不是要去哪里 只要是还要去哪里 那很明显 还在相对里面 还在分别心里面 还在有所得里面 还在有所执着里面 那个四项都没有离开 所以是颠倒 颠倒 颠倒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点点吸引力 你心会老老实实 回来吗 就好像那个法华经里面 我这个对小孩子 那喜欢玩马车 我这边有马车 你赶快来 路车赶快来 那如果碰到我们这个 都已经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老油条的 你讲那些 我一点信 你都没有 我照样在里面 所以懂太多 有好处吗 真的呢 这边要稍微思维一下 你如果学一大堆 你都使不上力 都不晓得怎么用它 你不要继续学下去 回来先把学者好好消化一下 不要继续学一大堆 因为继续学 亦富如是 现在这已经搞糊涂 不晓得怎么办呢 学越多越搞糊涂 所以修行理论 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真的会使不上力 就好像我们学秘的一样 你不要本尊一观一千尊 我这个有这个白法的 赶快就去观一下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很多东西就你学多少 就尽量的去 去做看看 做了不来的时候 还是刚刚那个道理 不是你信息不够 条件还不太够 就是你不晓得他在讲什么 那这里面当然就 我就不服输 不服输 比如说 我们说这样讲 好 你灌顶的四倍观音 那就要念十万遍的 你千万不要还没有念十万遍 你就要求什么 先把十万遍念完再说 这个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吧 这个念奏的功课做完了 接着就要来观修 观想 那你能够很专注的 我该念什么就好好念 心已经调伏一半 就那个习惯 那个乱心已经调伏了 所以很多设计都有它的道理 如果这样你还是觉得不够 那就开始 做大礼拜 做十万遍 做十万遍 你说十万遍做完以后 至少你体力变得很好 身体变得很健康 那刚刚又有耐心 又念了十万遍 这两个身跟鱼 都有一定的条件 这时候再来观 好像越来越有条件 所以很多 为什么要规定那么多 其实都是为了同情我们 为了让我们有机会 那如果连这个门槛 你都跨不上来 念一遍就好 为什么要念十万遍 拜一拜跟拜十万 拜也不是一样 那个都是强词夺理 你每拜一拜就拜一拜 当下的因缘跟身心的转换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就这样老老实实地做 当然就上来了 好 那还是回来 那个最圣子就是 这个 如理请问菩萨 对解圣身意 密意菩萨的尊称 他会问他 当然就是因为 在他的心目中 这一位菩萨 虽然也是跟那样称为菩萨 但是对佛所说的究竟的道理 他的生命的道理 他是体悟的比较多的 所以他就来问他 那也称他为最圣子 就你是我们佛最殊胜的佛子 叫做最圣子 那最圣子啊 为什么说有为 不是有为 不是无为 那无为也不是无为 不是有为 为什么你刚刚会这么回答 因为至于你这样的回答 我不懂 请你再把它说清楚一点 那这个被问的解圣身意 密意菩萨呢 就对着如理请问菩萨 来开始 来开始讲他的心得 讲他的理解 然后善男子 善男子 其实我们常说善男子 善女子 那个善男子 基本上就是他的思维 他的语言 他的行为 都跟善相应的 才能称为善男子 所以如果有人称你善男子 善女子 不敢 不敢 你怎么不称我菩萨 还是称我 善男子已经够尊称了 已经很棒的一种 一种称呼了 就是认为你的所有行为 都不犯戒 所有行为都能够如理 甚至 菩萨其实也是善男子 也就是说 依着那个解脱道 依着真相 在前进的 发这个心 要求善 求真 求究竟的 就可以成为善男子 所以我为什么 所谓的有为者 有为 这一个词 有为这个名词 这个名项 是我们 释迦牟尼佛 我们本师 假施舍句 也就是说 为了让我们懂 然后施舍的 这个名称 就立了这个 有为这个名 所以有为这个名 是我们本师 用他的智慧 所安 所立的名 这个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你同意 而且我们也知道 佛说有为 是佛假施舍的 这个名词 名项 那既然是假施舍的 从哪边来 为什么他要安 这样子的名 是透过他的意识 透过他的观察 觉得他立这个名 有助于他 要表达他的体证的内涵 有助于让你来理解 我要告诉你的内涵 能够互动 能够互通 所以这个明显 就是方便 就是全巧 用最善巧的方式 把本来没有名 立一个名 就这个样子 就是带你这个名 进入那个意 进入那个他所要 我们知道 所有的好的老师 当然都希望学生 能够学他 学到他懂的 学生都懂 甚至更好的老师 是希望学生 比他更好 更行 更棒 无我的老师 一定是这个样子 一代比一代强 那这个有诗的 有诗心的老师 就怕学生比他强 所以 是不是善知识 你从这个地方 也可以检验 如果你去问他 这个你不懂 跟你讲也没有用 这个绝对不是善知识 我慢 在里面 这是恶知识 如果他想尽办法 回答 你要问的 这个才可能是善知识 那当然 真正的善知识 真的讲到你懂 如果讲半天 他讲半天 你还是不懂 你不能称他是 你的善知识 因为你的买买车 他也不知道 咬你啥 那善知识 一定能够 关机斗角 他知道 跟你讲什么话 你会听进去 会听懂 就好像佛 跟我们讲 有为无为 还是很多 人不懂 这不懂 不是佛 不够全巧方便 而这些人 画地自现 他就被这个名词 绑住了 这个名词 绑住是绑住什么 你对这个名词的 注解 理解 被你的理解力绑住了 其实这个名词 没有问题的 接着下去 所以这个名词的案例 其实是 借着某一个东西 方便来取的这个名 所以 即是便迹所值 便迹呢 就是透过意识的推敲 用我们的意识 不断地去推敲 然后产生一个认为 怎么样子 是合理的 是相应的 那所积呢 这个积 也可以说集合 也可以说生起 也可以说执着 所以便迹所及 可以说是便迹所起 就透过你的思维 透过你的意识的 造作 透过对这个事的掌握 从你的意识里面 生出来 生起的 或者是 变成一个 大家可以 依着这个东西 所以也可以讲 便迹所值 你可以支持 这个名词 来做 我们的沟通 所以这边就是 即是便迹所及 然后 因为它是假名 所以叫言词 因为有这个文字 这个名词 它目的是要说什么 是要说 它要说的内涵 但是说半天 不是那一个吧 我们刚刚讲过吧 你说兰花 兰花不是这一个 但是兰花不离这一个 一讲兰花 它是好像一个独立的 但是这个独立的 不是真正能独立 而是一个假名 假的名相 假的名词 那透过这个 我觉得 把它兰个兰花 你以后 看到你就 一讲到兰花 你就大概是什么像 什么个样子 兰花也有几千万种 几千种几万种 多得不得了 那进一步就 什么文心兰 什么一个 一个像就一个名称 所以那个名词 没有办法 一个 然后全部搞尽 那名词越来越多 就代表 我们要全事 全事的事 就那个事实 越来越繁复 越来越细腻 所以它不可能 在某一个动作 就停下来 所以叫不疗意 没有一个究竟 这个名词就可以 把这个 所要说的 说得清清楚 说尽的 所以我们就要想着 这个名词是假安利 就是一个方便而已 它跟事实 当然没有离开 但是要确定 名词不等于事实 名词是真生出来的东西 甚至真生出来的东西 还不一于 还不一于它而生 我说兰花是 从它生出来的吗 不是吧 不是从它生出兰花 所以这里面就可以讲说 假名跟实相 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它可以帮忙我们 可以帮忙辅助我们 去了解 所要了解的事 就是真正的那个 真正有的缘起 好 那么如果说这些假名 不管是不是 是尸尊所施舍的 还是没有离开 是真的意识 也就是它的缘迹 它的思维 没有离开 如果没有离开 这个缘迹所及 或者所起 或者所持 这些延迟 来说明的话 那么我们就知道 都没有离开 这个缘迹吧 都没有离开 那个延迟吧 所以呢 这些所有的名项 究竟 还是来自于 种种便迹 延迟所说 我们可以把 这样讲 就是说 我们思维其实是 对着静的时候 是由它 一定的范围 但是这个 安这个时候 它的库存 由这边生出来 里面是很 很繁复的 那这个性质出来 是假安利的 是透过意识出来的 所以它是来自一个 那个意识的库 那个我们说 那个最大的库藏 所以只要是 从这边出来的 无一不是假说 无一不是 没有哪一个 是真正的实 通通是假明就对了 也就是我们所安的明项 不管你安的多好 它还是假明 不管安的多差 也是假明 就同一个体性 通通是假 通通是便迹所知所生 通通是 依着延迟来说的 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 所有假明 不成实故 所有假明 不能成就真实 也就是所有假明 都不是实在的 通通假的 所有假明都是存在的 好 那既然有为它是一个名词 它不是真的 那有没有有为这个东西可得 没有 所以有为这个名 不是真的有什么有为 所以叫有为 非有为 到这边可以听懂吧 假明的有为 跟实相的有为 扯不上关系 假明属于假明 这个实相 就是真正的有为 我们说真正的元旗法 什么 这一套东西 跟这假明的有为 其实不是 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有关系 就是释迦牟尼佛 慈悲 所安利的方便 为了让我们懂 安了这个名 来帮我们理解这个 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 跟这一个画上等号 有为的名 不等于有为的事 先把这个弄清楚 名词跟事实 它一个假的 一个真的 但是这个假的真的 不是又落到我们思维里面的 假跟真 它不是一个相对 是真生出来的一个方便 不是离开有为的事实 然后又生出一个 有为的名相 就真的有用的名词 没有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这个为什么修行 你要正式相到最后 都要离开一切名言 离言法性 你要进入法性 你就要离开言 离言就离名相 然后还不可思议 因为思议又是无中生有 打个比方 你现在眼睛看着南花 你所有想的 跟南花有什么关系 又抽离了那个 在这个地方 又在造作 又变成一个有为的 有为的事 在这个地方运作 但是它还是离开史相 还是离开那个真正的东西 所以这边讲很细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名言它不是事实 不可依 运用名言的思维 也不是事实 不可着 不可住 你慢慢才会真正的 我回到我是什么 让法回到法是什么 法尔如是 我本空 我不可得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是一个 没有颠倒 没有无名的我 那法呢 是随言升起的 不争不减的 如理随言的法 那这里面 有什么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外面的 原起法 不会动你 你的如理思维 不会动事 这互不影响 自成体系 那自成体系 就是都回到事 我可以回到 我的本来面目 法可以回到 法的法性所显 这个都不争不减 那什么叫做真 真就是不争不减 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而我们为什么叫轮回 都在真减里面 什么叫真减 有生灭 也就是生灭法 有增损 增加 那个损减 就是若在这 所以我们不争 不实 若实了 它就不会争 不会减 就是因为虚 所以有真有减 那这里面当然 我们就要慢慢的 挣脱我们 增捡出来的生灭法 挣脱我们 增捡出来的 所谓的颠倒妄想 挣脱我们 所谓的思维 挣脱我们所谓的 建立起来的 明相里面的造作 那这些有没有罪 这些没有罪 你如果善用它 依着假明 去到实相 依着如理思维 去证悟真理 没有问题 所以假这个方便 可以入实 虽然它不是 就是实 但是没有透过 这些途径 这些方法 你是碰触不到 那个东西的 所以 我们 即使在三藏十二部里面 都要用最恭敬 最赞叹感恩的心来看 千万不要 我已经够烦恼了 你还弄这么多 这么麻烦的东西 要我去研究 现在我们很多末法时代 学佛的就是这种动机 那完全不对 也就把那个佛的 最上的善巧方便 最大的究竟的慈悲 变成啰嗦 变成一种累赘 那不是棒佛是什么 所以 我们 很容易犯错 但是还以为对 要慢慢的 避免掉这个 好 所以 所谓的延迟的有为 非是真的有为 不是真实的有为 所谓有为这个名相 不是真实的有为 所显 它不能 诠释 真的有为 但是呢 还是可以借这个 然后慢慢去了解 去深入 所以 明相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指月的这个指头 是不得不 你如果可以直接 就看到月亮 为何劳 为什么要 还要我举个手 指给你看 就是你看不到 所以 佛弗萨只好 指给你看 你顺着我的手 看过去 你就看到月亮 这个明言呢 月亮就是实相 真正我们要懂的实相 这个明言是假明 它是一个工具 是一个方便 是一个 意所生的 遍际所生的东西 它不是实相 明言绝对不是实相 所以千万不要在明言里面 要找实相 从明言找不到实相 但是从明言可以指向实相 离开明言 就可以往那个实相 是可以的 就好像我们念佛 念佛是假明 当然你念佛 可以念到一心 一心是实相 可以这么进去 那如果没有这个佛号 让你念 你真的不晓得 要怎么样来找这个一心 所以我们就要想 这个是一种 佛的慈悲的案例 它虽然是假明 但是它有真功用 但是你要用对 才有真功用 你如果错用 就不会有真功用 好 那接着有为讲完了 好 因为有为 而又生出一个 无为这个明言 我说 所谓的无为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意多言辞 还是一个名相 所以都是假失色的 都是遍迹所及 言辞所说 所以失色 事实上是离开 有为 无为 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 我们晓得有为无为 这两个名相 都是假失色的 都是遍迹所及所起的 言辞所说 那如果说 还有离开这个 有为无为 稍有 这个少要 要讲 念成稍 如果还有一点点 唯唯的有所说 也就是 还有其他的名相 可以讲的话 除了有为 无为 比如说 我们第三个名相 叫 亦有为 亦无为 第四个名相 非有为 非无为 这个就是 好像不是有为 不是无为 这是稍有所说 那 所生出来的 这些说法 这些名相 无一不是 遍迹所及 统统 统统不是实相 意思也就是说 只要可以说的 统统不是实相 但是呢 它虽然 不是真的 有为 不是真有为 没有有为 这个事实 无为 也不是真无为 没有真无为 这个事实 那离开 有为无为 你安什么名 立什么词 统统一样 统统不是真的 但是 虽然 名言 这些名词 不是真的 但是 离开这个名言 不是没事 也就不是 没有实相 离开名言 照做施舍 不是 没有实相 反过来讲是 为什么有这个名言 是因为有这个实相 有这件事 我假安立的 假安立的东西 没有离开这个事 没有离开这个 这个事呢 就真正的了 真正的事 不是一项 不是一个什么东西 永远不变的东西 所以这边的事呢 其实 在讲的就是 依他起的一切法 那没有依他起的一切法 叫做无为法 叫圣意地 叫空性意 依他起的 我们说 依他起的 就是缘起 有和体性空 不是连这个都没有 这个是有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些我们对那个 为世有点点误解的 就以为说 为世是要讲这个空性之外 还有一个什么 真正存在的东西 其实不是 讲空性 你只要用讲空性 你没有体证空性 你体证空性的时候 不要还在 安那个空性的名 那时候只有体证 没有名言 也没有思维 因为一讲体证 就不讲思维 不若名言的 那个东西有没有 当然有 有是什么 能够说他是什么 是不能安明 没有办法 但是有没有真正的境界 如果没有真正的境界 那佛菩萨 是搞什么的 所以 不要落断灭空 为什么到这儿会有 如来藏的说法 会有为世的说法 其实就在我们在中观 其实就在我们在中观 在般若的时候 很多人犯了 落空亡的 毛病 到最后就变成狂晦 讲起来 偷偷是道 真正要他落实在行持上 一点也没有 看不到他有任何功德 这个就是整个佛法 因为被我们这个众生操作的 我们这个无名的 把那个佛法讲的疗欲 变得一个空 变空亡 变得空的道理 然后一讲有就着想 现在要你不着想 其实有不是真正的有 虽然有那件事情发生 但是不是那件事情 有什么不变的 所以 一法 法法都存在 但一法都不能立 一法不能立 不是无法 所以 其实 为是 真的是 佛法 最细腻的说法 不是纵观 我的理解是这个样 当然 别人认为 纵观是究竟的道理 那是他们的理解 但是 就与我个人 就是说 也发很多时间 在修持上 也发很多时间 在义里的探讨上 我是觉得 其实 为是 瑜伽施地论 这一派 就是瑜伽行法 让你的修行 很具体 很老实 有根据 至于讲 那个什么 不落两边 什么 当然 我们都知道 你如果真的修的时候 当然不会住两边 你要不要观想 你要观想 对不对 你如果连观想都不用 那你心是空的 对不对 你心是空的 那如果都讲空 那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要 你即使都不想 有没有在想 有嘛 这想从哪边来 无中生有嘛 所以他当然 要去讲意识吧 讲种子 讲这些吧 就让我们 慢慢好像可以 掌握到一些什么 然后在这里面去负责 你起了这样的念 不是无中生有 不是你把它关空就没有了 不是 他有来处 有去处 这边你要很小心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 又落实到我们的 身心的实相里面来 身心的实相 其实都随一年再变 所以这个实相 就是一他起 它没有一个 真正真实的东西 但虽然一他起 不是没有东西 这样才不会落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大家能不能体会 所以在藏传 其实也有一派 很棒的叫绝朗派 那都不吧 那个大三之士 讲了所谓的他空 因为那时候有自信空 那他说 是他性空 自信不空 这个就在讲什么 这一切法有法性的 但这个法性呢 不是我们以为的 一个什么不变的东西 它虽然不空 但是它不是什么东西 就好像说我们的八世 累积了所有我们的业力 业种子啊 习气什么 但它是什么东西 它什么都不是 它什么都不是 它什么都可以是 只要你有种子 它就有机会 就起现行 不能否定 那也不能说 我八世田里面 我现在要拿什么出来 有意识的抉择 是可以 我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 但当你把这个造作 放松的时候 它一切还是回到随缘 所以做不了主 那我们那个意识能做 只是从提起绝招里面 不断的造建 这里面来引发出来 那个本具的绝招 就是我们的如来藏 我们的本觉 你不能说它没有 如果说它没有 那根本就没得修 拿什么来修 所以这里面 那差一点点 有差很多 我不晓得我理解 对还是不对 因为我到底还是凡夫 但是在这里面 我觉得很亲切 我有佛性 我很亲切 我有本觉 我很亲切 我可以随时提起 我的本觉来绝招 我很亲切 一点都不怀疑 那这个就可以老实地修了 就不管在什么境界里面 外面不管在什么境界 你自己做得了主 里面不管起什么心动 什么念 你做得了主 因为这些通通是 便记所及言之所 所说 你想什么 不是假的吗 因为你想的 不离名言 不离招作 所以那个是假的 我一看就晓得 就可以马上回来 但你如果说 这是假 不落两边 我这一边就把它放下 这一边也把它放下 你在搞什么 那个叫你放下的是什么 你如果知道 有一个绝招 你不会一直在那边用诗变 不会一直在那边诗变 没有意义 所以它不是更亲切吗 更直接吗 这个直接里面 直接 这造件就是智 这造件的智 可以推动事 去如理思维 事变成有用的东西 它可以探讨真理 没有什么错 没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不能讲本觉 为什么不能讲佛性 不能讲如来账 讲那个就是又增添了什么 不是 我感觉不是 所以 当然 你们也不要被我误导 搞不好你们对我不对 这里面就是我们还是要亲切的去 在这里面 你慢慢去觉得 可以什么的说法 能够让你如理思维 能够让你很快掌握到修行的重点 能够让你很快的离开这个便机制 不是要否定有为无为 是要你不要停留在里面打转 不是要离开原池 不是要把三藏十二步都丢掉 一天到晚在那边坐 不是那个样子 而是在这里面 就慢慢引导你在那边坐的时候有事干嘛 在那边坐的时候 别在那边空坐白坐吧 所以在这里面当然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你慢慢就会断一些妄想 做断妄想 断了妄想以后可以作见本性 因为本性本具 而不是正事项的嘛 所以这两个不落一边的 但是你如果落一边 你要赶快修正 你住在所谓的事情里面 那个妄想都没有去处理不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 比如五族六族 他们那个对话里面 或者是后来的神会 什么他们对话里面 你要看懂 不要落边 两个都没有错 两个都不是完全对 都是讲一半 你如果两个一起都懂 那你就全懂 如果只懂一半 只懂这一个 只懂这一个都 都不是全然的 好 感恩 诸佛菩萨 感恩一切众生的扶持 愿大家一起离开无名业障 慈祝 红